大家好我是Maru 最近YT上有很多高效率高機率刷閃的方式 今天我們就來解說到底這些方法有沒有比較高效率出閃嗎 測試為大量出現、完美圖鑑、閃耀互服 也就是目前遊戲內引擎日出閃機率最高的方式 而這幾天直播也將這些方法都測試完畢 並用縮時的方法將時間調快 直接下結論不管哪一種方法都是運氣成分比例居多 只要步驟正確一切都是運氣跟實用的方法沒有任何關係 然而為何有玩家會認為比較快 因為本作的出閃機率本來就會比較高 加上運氣好的玩家常常會因為時間比較快而刷到 才會讓大部分的玩家都覺得真的好像有高機率出閃 實際上將同一種方法測試好幾次就會發現 其實出閃的機率並沒有想像中的高 也就是大部分都是運氣成分佔多數 而如果只針對刷的效率來說 目前最快的刷的方式就是只看前四隻再回村磚 此方法最適合會主動攻擊的寶可夢使用 如金牙露殺、索羅雅克等等 這幾種容易主動攻擊的都很適合 只看前四隻就立刻回村直接重複 不必特地去打倒跟捕捉 也省去了SL讀取的時間 其他的方法除去運氣的部分效率都是差不多的 也是就是運氣的成分還是占大多數 更不要提到部分的影片甚至還在宣導可以加蛋出閃的機率的方式 相信各影片的留言區都可以看到更多玩家是刷不到的留言 再來有部分影片有提到 在大量出現時可將這一輪出現的閃或頭目 利用同一輪重複讀取的方式有機會變成閃頭目 這完全是錯誤的資訊 請各位玩家千萬不要被誤導或是被騙 寶可夢阿爾索斯刷閃機制就是利用回村產生的信 也就是所謂的直或種子馬 而這個信就決定這一輪會不會出閃或頭目以及野閃等 所以絕對不會在沒有回村在同一輪的情況下 將閃或頭目變成閃頭目 不要再相信重複來回就可以變成閃頭目的都市傳說了 另外前陣子有玩家在推廣定點睡覺刷閃頭目的方法 這邊也稍微解說一下 如剛剛所說 每次回村就決定信的出閃順序 而定點頭目也有信也確定有位置 既然有位置那只要一點點消去就可以100%出現閃 沒錯這不可否認這理論確實是可以這樣執行的 但實際上各位玩家們不知道這些頭目或野生寶可夢的信是多少 也就是未知數 當然有些玩家運氣非常好 信的值閃數非常前面 有可能是10或2值甚至更少3或1 才有玩家很快就刷出來 而有玩家刷了一整天還是沒有出來 當然這種方法只要有耐心就一定100%一定會出閃 只是要刷出來多久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回村重複來尋找和睡覺刷頭目的方法的幾率基本上都差不多 差別在運氣好就很快輸 運氣不好可能刷一整天都沒有出現的區別 以上就是最近幾個刷散大量出現定點頭目的解說 相關的步驟我會放在留言區頂次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再麻煩點個讚 再次感謝您的觀看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